郭家麒議員 四分鐘 主席 如果那些議員真的可以和市民的角度去看的問題 我們就不需要用那麼多時間在這裏拿回公義 基本上就沒有人是想阻礙這些基本工程 政府在那裏說所有的工程 大部分沒有爭議我們都想去過 哪裏是不想過這些已經展開的工程 但是一些是在傷害中 那很簡單的 他說人少嘛 因為橫州那些非原居民是少的 所以能欺負到 所以建制派議員就可以踩著腳下去 用不著理他 都不是票來的 如果這個立法會變成這樣的話 專門找一些弱勢的欺負 那做議員來做什麼 我們有幾千億的基建工程 還要一直不斷地輸入那些外地的勞工 大家睜大眼睛看 很多那些大白象工程 千億千億地來著 等著可能是很多 包括那些中資的國企那些成建商 睜大眼睛賺這幾千億的工程 不要緊有人要賺錢 有國企要做很多這些工程 我們明白 但是不要把那些弱勢 是欺負到他們 逼到他們走投無路 所以我剛才問一個問題很簡單 什麼時候可以走去 和這次受影響最重要的 橫州第一期的居民 去找一個妥當的安排 妥善的安排 令到他們可以有個地方遮下頭 可不可以回答這一點 劉慎寶貝市長 多謝主席 請運動局葉成天先生回答 葉先生 多謝主席 其實在兩天前 我們已經發了信 給立法會議員 元朗區議會議員 平山鄉市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 高級副主席 和三條受影響的村 永寧 三條村 那位村長 通知了他們 我們現在安排了 再次 在今個月的三十一號 和他們見面 我們重新 其實這個見面 之前我們一直都有做的 只不過就因應 要求我們再做多一次 多謝主席 主席 大家都知道 平山鄉市委員會 曾先生就是 官商鄉黑入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人 你真是問他 他就叫你繼續去殺那些 非原居民村 為何不是談好了 才來立法會 財委會拿錢 而是繼續在這裏拿錢的時候 我現在月尾和你談 月尾拿了錢 過了海日神 到時他們那些居民 就劈他們走就算了 就是我們才是要你在這裏承諾 怎樣令到他們有個妥善安排 什麼叫妥善安排 見完他就有妥善安排 不如你告訴我 有什麼東西令到他們 有個蓋可以遮頭 誰回應是 請繼續回應 沒有的 總之趕走就算 多謝主席 有關精地的項目 其實整個過程 都是要依據香港的法例進行 有關的補償方案 亦都要按裁委會 之前批准了的 你不要在這裏說那些垃圾 我現在想問他們 有什麼地方去住 他們沒有地方住的 我看地政署的同事有沒有補充 是 地政署有沒有補充 是 多謝主席 做收地和政策工作 我們經常都做的了 這樣受影響的居民和住戶 我們會按一貫的政策程序 合乎資格就安排上樓 陪一些特惠津貼等等幫助他們 首先 我現在再次警告 是公眾籍的人士 哪位帶隊 我請你管好你們下面的親友 或者是村民 為什麼呢 大家是沒有機會繼續聽下去 如果再這樣 我警告了一次 我不可以 我是不會和你對話的 請你不要在這裏 我們正在開會 我們正在開會 市民的聯儲給你 為什麼你今天不要給議員 請你 秘書要跟我說 已經出了 請你不要誤會 已經給了大家同事 我不會再和你對話 各位公眾直上人士 我真的很不希望大家已經 會有這個 要千里的困難 你還在這裏 是有其他的 的刑罰 我希望大家千里 不要再在這裏圈挖 大家留意 請你 請你 好